在高速上开400公里每小时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一条不存在速度限制的道路 与如同置身F1赛道 像舒马赫般随行所义的框标 而且还不会受到交警的罚单 这就是德国的高速公路 汽车能够达到的任何速度都是合法的 因为它压根就不限速 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海边强盗军舰鸟 最快的飞行速度 也只在每小时418公里左右 如果你遇见你这种速度行驶的车辆 不是开得太快而是飞得太低 虽然这种速度在自然界很常见 但是用在高速公路上真的是很离谱 要知道我国高速公路就要求 最高的时速不得超过120公里 就连同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等国家 最高的速度也不过是130公里每小时 而阿尔巴尼亚就更低了 直接降到了80公里每小时 但其实德国并不是 世界上高速公路唯一不限速的国家 因为阿富汗缅甸朝鲜 甚至连印度都有不限速的区域 不过这些国家或者是地区 都无法和德国进行对比 毕竟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至少德国还是唯一一个 对高速公路采取不限速措施的西方工业国家 而且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张特殊的名片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冒险者前往挑战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 这其中又有着哪些原因呢 为什么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速度限制 看完这三点你就明白了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设封闭高速公路系统的国家 也就是说高速公路诞生于德国 早在1932年第一条高速公路就在德国的科隆和波恩之间修建完成 虽然德国航空担心汽车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而一直极力反对 但1933年希特勒打破了这个局面 他认为公路运输才是未来 这次德国高速公路发展的如火如荼 德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工业强国 很多安全技术早在1981年就已经成为了德国汽车的常用标准 正是因为极其严格的安全要求 德国每10万人当中交通死亡率仅为6.8人 并逐年降低 而其他中等收入的国家 每10万人平均死亡为18.5人 所以德国人对汽车十分热爱 普通家庭的父母通常会在孩子的成人礼上送上一台二手汽车 甚至还有乐队写出这样的歌词 比起自己的老婆我们更爱自己的汽车 其实德国高速并不是完全不限速 根据德国汽车协会ADAC的信息显示 不限速或者是分时限速的路段 占整个德国高速公路将近40%左右 准确的来说 德国会对一些低标准的公路 城市事故多发段以及施工地区 有临时或者是常设的限速规定 虽然没有法定的限速 但德国高速公路的建议时速为130公里每小时 根据法律超过建议时速并不算违法 不过一旦发生事故 超速驾驶者会承担比之前更大的事故责任 虽然德国高速公路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夸张 但是他又是如何做到不限速 还能保证如此安全的呢 不限速的高速公路太疯狂了 德国是如何做到不限速又最安全呢 原因竟然是这三点 同样是汽车大国 德国人的驾驶水平要远高于美国 因为在德国考取驾照需要学习很多驾驶的课程 这其中就包括了高速公路驾驶课 并且还需要进行真实的高速演练 这些课程难度高时间长 整体需要六个月左右 如果某些考试不顺利 时间还会相应的延长 所需的费用也会从2000美元开始持续增加 虽然德国高速公路的交警并不多 但是并不妨碍电子警察对你进行处罚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没有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车距时 你将面临可高达450美元的罚金 相当于3200多元人民币 而这还是基于未发生车祸的前提下 要是发生事故 罚金还会成倍的增加 所以即使没有信号灯或者是管理人员 德国的交通路况也不会变得糟糕 并且对小部分驾驶员来说 他们宁可路口全是监控 也好过面对交警时的紧张感 从某种方面来说 这也可以减少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率 德国保险公司的政策无形当中形成了新的限速力 一般来说 当汽车以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 发生车祸时 不管驾驶人员有无其他的过错 保险公司的赔偿也会大打折扣 甚至完全不予赔偿 随着汽车不断的增多 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 也屡次遭到了德国人的反对 所以大家还是得记牢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